选战逼近,各候选人陆陆续续成立了竞选总部 而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召开记者会 控诉国民党是持特权 指出国民党台中第九选区提名的立委参选人黄建豪 他所新成立的竞选总部前方 原本是有九棵小树在这边 但是上个月被以陆平的名义给移植了 不过又说到陆平的公告昨天才刚刚公布 陆树早在2009年时就存在 质疑是否是行政不中立 而对此黄建豪否认指控 反暴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类清德 为了要在风源挂看板 还把前方的路数砍头 今年三月还相当茂盛的九棵小叶懒人数 日前却被发现已经连根刨除 地上留下黑黑的心捕利青 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质疑 全都是为了后方国民党立委提名人 黄建豪的竞选总部 同批特权质疑是否行政不中立 汤坪计划只有这一条沟 只有三十公分四十公分左右 竟然花个公文 要把竞选总部前面整条 一半半条道路汤坪 公文昨天晚上才贴出来 真的是抹黑 因为我想整条路段有既定的相关计划 马路上的这个路数 沿途看到那个相关地上有这个铺 这个AC的部分 他都是把路数移除这个痕迹 所以整条路段其实是蛮多颗的 黄建豪出面强调 禁总前的路数移除 是市府的既定政策否认特权 拿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设置在风源看板的照片 反控原本茂密的两颗路数 惨遭砍头 只因为挡到了 选战逼近藍绿双方互控打得火热还没分出胜负 不会说话的路数已经先遭殃 记者林博从许家师台中报道